民調有下降的後客家民調上線 你看這個姿勢 這很正常啦 我不是一直在講嗎 只要國民黨不團結 然後一定柯皮民調會往上 只要國民黨拉肚子 柯皮的身體會越來越強壯 對我個人來講 民調高要警惕 民調低要努力 那我覺得這個民調起起伏伏 反映了人民的心聲 所以身為國民黨 國民黨必須要團結 反過來看民進黨 民調只要內訌越來越厲害 內鬥越來越厲害 柯皮一定會越來越強 這是必然 你這個造成民主要下降的原因在哪 有很多 有很多 這不是單一的因素 在打罵中長大的孩子 容易畏首畏尾 在爸爸媽媽過度交叢長大的孩子 容易自大 像我這樣一路在抹黑之下 長大的政治人物 我需要的是信心 那這個民調啊 回歸到感激對決的話 郭台銘跟您的話 是不是郭台銘略勝出 沒有問題啊 祝福他 如果郭董長民調持續高漲 我也是開心 我的心胸這方面 是真的看得非常的開 藍軍 不光是郭台銘董事長 王金平院長 朱立倫前市長 周錫瑋前縣長 只要他們民調能往上衝 我都為他們開心 這是真的 心口如一 第一黨參議院總統 實證三年實在是實證得很慘 各行各業市農工商怨聲載道 現在快到選舉了 搞得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張 甚至開始拋出一些其他 高度政治敏感的議題 一個總統 如果沒有辦法讓人民過好的日子 沒有辦法讓台灣人民 帶來未來光明的希望 民調一定會低 應該是要回到根 回到這個本上去思考 我覺得這是我對蔡英文總統的建議